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来电科技 今天我们拿到努比亚发布的两款新机 Z60 Ultra领先版和Z60X Pro 据说的AI方面又整了不少新活 现在这些新机没给AI都不好意思开发布会了 那咱们说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赶紧带大家来体验一下这两款机器吧 外观上Z60 Ultra领先版的模具和之前Z60 Ultra差异不大 正面是采用了屏下摄像头的真全面屏 背面镜头模组整体做了黑色区分 而在后盖部分是此次外观变化比较大的地方 我手上的这个冰细银配色带点洛可可风格 它基本上是磨砂的感觉 但是在有些花纹的地方摸起来会更滑一些 这个手感还是挺奇妙的 Z60 S Pro的设计更加年轻化 正面采用了单瓦孔屏 四周的边角也更加圆润 我这款颜色是叫碧海青 是有一点点偏绿的淡蓝色 玻璃后盖轻微磨砂的质感 镜头模组是圆形奥利奥议设计 外面一圈银色装饰环 很有点老实码相机的感觉 配置方面 两台手机的芯片略有差别 Z60 Ultra领先版用上了新的 骁龙8进3领先版 CPU主频提升到了3-4GHz GPU核心频率也提升到了1.0GHz Z60 S Pro则是配备了 上代旗舰骁骁龙8进2 这也意味着这台手机在价格上会比较亲民 不过比起芯片 这台手机此次主打的是卫星通话 只要你的SIM卡开通了卫星业务 就能通过这台手机实现双向卫星通话 和发送双向卫星转信 手机侧面的物理滑动键 也可以设置成卫星通话 这样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 就能快速呼救了 影像方面 两台手机的镜头配置如图所示 主摄都升级成了 索尼的IMX906传感器 虽然不如IMX989底大 但有一个不错的动态范围 尤其是配上努比亚独家的 高定光学35mm镜头 在拍摄人像时 背景虚化的效果非常柔和 复制细节也比较真实 观感上有点胆反那味了 Ultra的潜望式长焦 在拍摄较远物体的时候非常好用 远处东西看不清 直接一拍一个不支声 咱们日常拍照 如果拍到一些奇怪的东西乱入 就会影响到画面的观感 这次努比亚新加入了AI消除功能 我试了一下消除车辆 效果确实不错 在视频拍摄中 新加入的视频预录制功能 我觉得也非常实用 它有两个选项 10秒和20秒 拍视频前开启这个功能 就会在你正式录制前 先录一小段视频 在录制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 这个功能就非常好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此次努比亚的重头戏 AI的表现 首先它的语音助手 接入了星云AI大模型 这意味着它可以帮你 生成小字文了 你只需要提出要求 它就能生成门本 对于外语不太好的人来说 想和外国朋友们交流 就非常困难 但是AI传语就能非常好地 帮你解决这个烦恼 在微信或者QQ通话中 会有一个扶创提示 进入后 你向对方说的话 就可以自动转成英文 因语音的形式 直接发送给对方 对方给你的回复 也会转译成中文 除了英语 还有德语 日语 韩语 等都过语言互译 如果说你认识了一些外国网友 用这个功能来沟通 我觉得效率还是蛮高的 游戏方面 两天手机 我也都测试了一下原神跑足 Z60s Pro 平均帧数57.2fps 不过温度稍稍有点高 正面最高45.1摄氏度 背面42.8摄氏度 Z60 Ultra领先版表现更好一些 平均帧数达到了58.5fps 温度也更低 正面最高41.4摄氏度 背面最高39.8摄氏度 这次努比亚还专门针对原神 出了一个AI超进化质 开启后清晰度更高 细节也更加丰富 对帧数影响不算大 开启后平均只降了4帧左右 可以说几乎感觉不出来 总而来说 努比亚这两款新机 在AI方面更新了不少使用功能 Z60 Ultra领先版 在影像性能方面表现优异 是努比亚旗舰级的继位者 Z60s Pro在较低的价位 普及了卫星通话和MX906 对于想尝鲜卫星通话的朋友们来说 是个不错的选择 OK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是来年科技 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